西方终于承认明斯克协议是场骗局 好在普京及时看清真相 各位好 欢迎来到新乐瑞评 最近西方国家终于承认了 当年和俄罗斯签署的明斯克协议是一场骗局 目的就是为了忽有俄罗斯 为乌克兰增强军事实力争取足够的时间 据外媒报道 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承认 2014年俄德法乌四方签署的明斯克协议 使乌克兰如愿增强了自身的军事实力 同时他还指出 欧洲国家早就停止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建议工程 因为这样只会让西方在能源领域更加依赖俄罗斯 实际上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就已经明确表态 明斯克协议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给乌克兰争取时间 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看来 西方已经承认了这一事实 那就是明斯克协议是准备对俄罗斯开战的必要过程 明斯克协议既是一场忽悠俄罗斯的骗局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 不过在分析人士看来 普京总统这是及时看清了真相 让俄罗斯避免了被一步步瓦解的命运 从这一点上来看 普京还真得好好感谢一下西方国家 试想一下 如果俄罗斯继续被西方忽悠 无视他们武装乌克兰的举动 接下来 北约的军事力量将会直接部署到俄罗斯的家门口 要知道 瑞典和芬兰已经提出了加入北约的申请 如果再加上乌克兰 那么北约将会对俄罗斯从军事上形成一个大的包围 再来看看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面对还没有被全面武装起来的乌军 俄军尚且打得十分艰难 如果再给西方几年时间去武装乌克兰 那么结果会是如何呢 恐怕普京自己都不敢想象 当然最重要的是西方欺骗俄罗斯的举动 让普京看清了俄罗斯的未来 曾经的他们无比羡慕西方国家 试图融入到欧美国家当中 但事实却是 在西方国家眼中 俄罗斯一直都是他们的敌人 随后爆发的俄乌冲突 让俄罗斯人看到了他们的未来不在西方 而是在印度、伊朗以及中国等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对俄罗斯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制裁手段 给他们带去了巨额的损失 如果没有中国、印度等一系列市场的接纳 俄罗斯的经济恐怕早就崩塌了 所以说普京应该感谢西方国家 要不是他们的欺骗 普京可能无法及时看清真相 俄罗斯也不可能及时找到自己的未来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各位点赞转发 留下您的精彩评论